这里是坐落于腐西河畔的千年古镇 山水环绕下游入一幅水墨画卷 这里也是自贡古岩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 虽然沿船身影再难寻觅 但船宫航子却还在响起 从1400年前走来的历史文化名镇 除了古色古香的万在美 还有哪些吸引人的东西 敬请收看本期美丽乡村印象之一 延续 跟着狼民族一起走进中国研韵第一针 先是古人 去看一看那里的别样印象 抹不去的记忆各不断的相愁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丽乡村印象 我是主持一一 用镜头去记录乡村的喜怒哀乐 用心去聆听乡村真实的声音 一拳留白玉万里走黄金 今天的栏目组来到了自贡古岩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镇 自贡是仙士镇 请康熙年间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仙士老街成为古岩道上繁华的水运码头 那么当古岩道退出历史舞台 这里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今天的美丽乡村印象 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都说江南的古镇离不开水 在四川南部的仙士古镇 千年来同样与水密不可分 每天清晨 住在仙士古镇的黄振华 和他的船都会按时出现在古镇的码头 几十年来 在这样的横渡中 黄振华过着自己平淡而安逸的小日子 做船工的乐趣 早已不仅仅在于获得金钱的多少 能让两岸乡民往复畅通 能让记忆中的码头船运继续延续 这是另一种莫大的满足 都要做得个转 他们没买菜呀 都要买 都要做得个转 毕竟就乐得个转 以前的那个毕竟就乐得个转 慢点 慢点 你买菜 搞快一点 菜市场的菜都买完了 你要搞快一点 哎呦 你好 好 慢点 好 慢点 下去慢点 每天坐船的人都是河对岸的村民们 大家闲话家常里 偶尔也会提到河潭过去辉煌的岁月 曾经因为江通壁塞 自贡盐都生产的盐 只能通过水上运输 这也促使了福西河畔的先世古镇的复述与繁华 历史以来都有了这个 从这个宣誓 这个年是历史以来的 那段延伸了 最早以前的东西是个码头 码头底下是把盐上 把盐 这里搬滩 用滩 用的 高度 高度 用的 从底下 转去走到草坡了 你看不 这里就看到 以前那里就是这个水位 气象去到水位 那小圈 弹子圈就在这个草坡放出来 从这里过去 从来搞去脑子传给去 传给去脑子传给去 脑子传给去 从这里过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下场就又脑子 底下大传给去 下场还不需要这草坡 还不需要出口网 现在现在就是两个草坡 据历史记载 盐都的盐 从福西河道 京崇潭 仙潭 盐潭等潭 运往全国各地 仙潭 不仅是古代自贡盐运中重要的一潭 也是自贡古盐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 有着中国盐令第一阵之城 因此在今天 当地还是有很多人 习惯将仙世古镇 叫做仙滩古镇 古镇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 过去因炎而生 因商而行 如今也因四街 五站 五庙 乙子 三码头 毅历 三牌坊 酒杯 石土地等别致的格局 以及精美的古建筑群和佛教文化的新生而闻名侠儿 浩浩生生的福星河 自于仙世古镇 得天独厚的水上优势 让这里成为古代盐运路上 经久不衰的繁华之地 如今 虽然河上再无言传深意 但像黄振华这样的船工仍存在着 以水为在地的交通方式 在这片土地下从未消失 这个船是长期消失不了的 我们的带跟他还下一个 他还要来 我都说我不干了 然后大来我玩回来 我去给你搬家这 你来干这个船这里 我延期下去 他也延期下去 你过后啊 过后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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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过后的 明镜上午九点 码头上渡船的人越来越频繁 黄振华打起十二分精神 在这一汪河水中忙碌穿梭 而这时老街上也一如既往地传来阵阵堂香 在仙式老街上 常常会看见一些糖果铺子 淡烧酥 花生酥 柿子饼 冬瓜糖 虽然没有华丽的包装 但却喷香诱人 冯孝玉的冯济堂店就开在离码头不远的老街巷口 每天上午 它都要熬制手工杂糖 将熬糖的大锅清洗擦干 倒入白糖环炒 再加入清水和糖浆精心熬制 步骤看似简单 这其中的材料配平 活不掌握 却安藏奥秘 效率还是很大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 像我妈还算是 说别无形还比较好 一年多都需要一年多 冯孝玉的冯济堂店 年纪并不大 但是声明却很小 在先世古镇 只要提到老糖店 人们都会想起他们家 随着时间的加长 糖锅里热气开始糖起 蜜糖色的糖汁翻滚跳动着 空气里都是清人心脾的甜香 这时将提前做好的米酥 倒入糖锅中翻炒 糖汁与米酥会迅速交合在一起 很相似 以前这个我进去是糖果厂的 但是是专门做祝货的 祝货 所以我基本上还学到这个祝货 从前没有店铺 从前没有店铺 靠着尖条背磨 摆地摊卖糖 每风赶场天 凌晨四五点便要起床做汤 如今冯小玉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面 但做糖的方式 却还是不曾改变 这个我是采用的传统手法 传统工具 像干拳啊 巨红啊 那种冬条 蛋烧素 因为我的很多个品种上 都是以前 很早以前都有的 这个事业生 从码头船运营到风济糖店 我们似乎能从其中 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延续 传工黄振华 延续着属于仙师的一种符号 左堂师傅冯孝玉 延续着家族的手艺 而延续这个字 似乎也正是仙师古镇的 一种独特的魅力 行走在仙师古镇中 首先感受到的 一定是它的古色古香 仙师古镇老街 始建于隋朝 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 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 石阶古香 白墙带望 风格鲜明的川斗式民居 房屋相互连接 韵味悠长 在仙师古镇 独具川南风景的 商贸建筑群中 最有名的 当属陈家祠堂 祠堂建于清咸丰十一年 占地一千零三十二平方米 厅堂三重 布具严谨 层次分泌 带瓦砖墙中 映山高帽 速熬起脚 气派灰弘中 有故身玲珑金墙 相传 陈家祠 由李南学士 傅顺之县 陈长庸 率族人 于清代同志元年修建 该之县为人正派 清正连结 唱到清连修身的家风 陈家祠既有西洋建筑的风貌 又具川南民居的韵味 既显示了延商大家的财富和地位 又体现了自共延樱 开明开放 海纳百川的胸怀 是仙世古镇中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领经了一百五十多年风吹雨打的 陈家祠堂 依然固在 当然 这其中少不了保护和修缮的心血 崔德勇 先是古镇的老木家师傅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 他和同伴们已经在陈家祠堂里 待了大半年时间 目的便是修缮祠堂 不管在镇上的这个维修 还有这个 对古建筑的维修 基本上我都在 基本上每年都要维修 还是都要维修 因为你毕竟作为一个旅游 旅游经典嘛 是不是 你国家太 太难了也不行了 你来看到是不是 你该维修的也得维修 因为传统建筑多是木制结构 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 延续其风貌和工艺 就离不开传统木匠师傅的手艺 崔德勇 十六岁开始 百师学艺 如今已从事木工三十六年 手艺可谓精湛 虽然在今天 他仍不可避免地 经历着传统手工与机械制作的变革 但对于古镇上古建筑的修缮 他还是更偏向于采用传统的手工艺制作 看得继续要好得多 其实他就没得手工做那个工艺的效果出来的 从以前的老师的雕坏各方面的那些 你继续做出来 有些东西跟不到手工做出来的效果 从来现在我们搞的这个 现在有些这个扁啊 原先就是要用机器做过来的 做过来的现在不行 又重新手工做了 崔德勇口中提到的扁 是陈家祠堂的一张标志 也是祠堂影响后人的存在 如今扁就悬挂在大堂中央 上面清白传家四个大字 赫然醒目 这是过去陈氏家族的家训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 这栋房子里的你必须紧记在心 这个次第嘛 那就是陈家的这个家训嘛 还有家风啊各方面的 这个以前老一辈 对下一代的这个一种关键啊 古人言不关锯不成方圆 陈氏家族之所以能昌盛一时 与其良好的家风 有着莫大的关系 而这种家训家风 随着时间推移 也潜移默化地演变成 香风 明风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先世振任 陈氏家族之所以能昌盛一顶 重的龙手 心跳为 明风那个是很好的 吵架过年 打架的基本上没的 那个时候所有所有的 不得头眼睛一鼓 钉子又来了 没这种情况 今天嘴巴头啊 乱骂一下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风气 而一个从卫生那样 原来全国吃华生 一路吃一路口里 吃干净一路死了 口里就睡了 随时就睡了 买到八本一四个只就睡了 现在它不仅不让你住 而且看着这 就说不是这环境工人 环卫工人 那这只有一间的 可在哪里 环境优美 灵力和睦 香风淳朴 这是如今 先是古镇留给人的印象 对于一方土地来说 历史的珍贵 本就不止于 它给我们留下了 眼睛可以看见的美 还在于它向世人 传达出的一种 值得后人学习的态度和观点 正如先是镇的美丽 不仅仅只是它保留了 古镇的外貌心态 更重要的是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 能够看到文化的颜色 当新一天的阳光升起 福西河上 黄振华和他的船 早已如约而至 兴起时 还会像过去的 员工们一样 唱两嗓子传功耗子 老街上 细细嚷嚷中 冯笑语依然安静地 做堂 麦堂 院子里 家人们还是习惯性地 为完成修缮工作的 崔德勇 准备一桌可口的饭菜 一起享用 陈家祠堂内 前来学习的孩子们 又传来兰满读书声 陈家祠堂内 前来学习的孩子们 又传来兰满读书声 仙世古镇 古代盐运路上 经久不衰的繁华之地 岁月更迭 时代变迁 不变的是这里的文化 从码头传运 到冯济堂殿 再到老木匠师傅 古镇的万事万物 点点滴滴 我们似乎都能从其中 找到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延续 延续着独属于 先世的符号 延续着家族的记忆 延续着将心守护的秉性 而延续这个词 似乎也正是 先世古镇的一种 最独特的魅力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